一直忙于自己寻回演唱会的汪峰 5月2日一大早来到广州 为5月11日广州站的演出宣传造势 汪峰当天黑色T恤搭配黑色的皮裤 形格亮相 和他一直坚持的摇滚音乐风格尤为相配 但是不知道是由于当天活动的时间太早 还是由于近日寻影劳累的原因 汪峰看起来略显疲惫 眉头一直紧锁 纠神状态并不高涨 最近广州演唱会的票房都不尽如人意 不少国语歌手在广州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一次来广州举办演唱会的汪峰则是信心满满 更是为了此次巡演可以做到完美 推掉了不少商演的机会 而一项性格直率的汪峰 当被现场的歌迷要求轻唱几句时 原则性十足的他直接拒绝了这个请求 以往的歌手来到广州开唱为了迎合歌迷 大多会选择加入一些粤语的歌曲 或者用广东话来跟歌迷互动 以此来拉近和歌迷的距离 但一向极具个性的汪峰 对这样的做法显得不太喜欢 我是做不到的 就不会弄一点接广州地气的这个元素吗 我的歌在每一个地区 我不需要用这些方法来接地气 对只能这么说 优酷娱乐广州报道 2月26日 2013年汪峰存在巡回演唱会 在京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 汪峰以一身惯有的黑色着装帅气亮相 让现场的观众欢呼不已 仪式上 主办方宣布了包括天津武汉在内的15个巡演城市 并称 此次汪峰的歌唱巡演将是内地乐团规模最大的 对此汪峰也是志在必得 而未能完美演出 一向好脾气的汪峰则在启动仪式上 给主办方来了个下马威 我对很多演出演唱会的细节要求很高 到时候你一定要忍受我的脾气 我有可能 我给你提示一下 就是当我在走台的时候 如果我慢慢地走向麦克风 站在麦克风面前 在半分钟之内没说话没唱歌 这个时候你要不就让调音师把推子拉掉 要不你就会听来的差不多长达五分钟左右的 让你完全说不上话的 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得特别精彩 此外汪峰的央视春晚首秀 也是当天媒体关注的焦点 被问及是否满意当时的表演值 汪峰表示还不错 此次处女秀对自己的意义重大 我作为一个就是一直以来做摇滚乐的创作者和歌手 能够在春晚这个平台上 独立的自己唱一首完整的自己的歌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优酷娱乐播报北京报道 24日中国摇滚实力唱将汪峰 在京举办2012演唱会存在的发布会 据了解此次演唱会将提供4万张座位 当被问及自己会购买多少张票来送好友时 汪峰直言票的张数绝对不会对票房有影响 我应该就几十张票送给朋友吧 那个这个对整个票房肯定是没有什么任何 起不到任何好坏作用的嘛 就是我不希望我的主办方 我一送人票或者有朋友 我就管主办方要 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 发布会现场北京国安足球队的副董事长张璐 以及国安球员王长庆也作为神秘嘉宾亮相 两人均表示汪峰的音乐中蕴含的正能量 与国安永远争第一的精神非常契合 国安将士们也非常喜欢汪峰的音乐 希望这个夏天与汪峰一起捍卫工体 并提出了怒放工体飞得更高的口号 4月18日2012年中国乐股北京国际流行音乐祭 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启动发布会 人际乐队果味VC作为表演嘉宾驻镇现场 与乐民们分享了本届乐鼓音乐祭的全新蜕变 据悉 今年的乐鼓音乐祭将主打英伦峰 在舞台设施上不但延续了首届乐鼓音乐祭的高端演唱会规模 豪华的演出阵容也是此次音乐祭的一大特色 不但邀请了英伦摇滚开山鼻祖级乐队 吉瑟斯和玛丽琴 英国灵歌天后乔斯史东 英国当红摇滚新军善意谎言等颇具影响力的海外艺人 许葳 汪峰 范小轩等国内著名的音乐人 也将登台献唱 让乐迷大饱而服 今年的乐鼓音乐祭 以Happy Together向快乐出发为主题口号 当天的发布会上 也首次公布了本届乐鼓音乐祭的第一张实体门票 并且首次亮相了迎合向快乐出发主题的乐鼓小巴 作为参演艺人代表的果味VC 也将乘坐乐鼓小巴 为第一位购买门票的歌迷上门送上门票 据悉 今年的中国乐鼓北京国际流行乐祭 将不再扎堆五一小长假 而是于5月18日至20日 进行为期三天的精彩演出 11月13日是娱乐圈的大喜之日 也是大忙之日 众明星好像商量好了一般 纷纷自报喜事 有在一起的 有结婚的 好不热闹 娱乐版头条 五分钟一晚的频率 也令娱乐小编们哭喊泪举案 与小编同样悲伤的要主汪疯了 当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新单曲的他 再度成为了 被抢走头条的凄凉背景 汪疯不但没能勤借这首 被他誉为创作生涯中 最重要的一首歌曲抢占头条 还遭到网友恶搞 甚至搬出情敌萨贝宁大呼叫号 在小萨的微博上 纷纷以大仇以报四个字刷屏 有网友调侃称 这其实是萨贝宁 与几位明星训谋 已久抱负汪疯的阴谋啊 当天凌晨 吴庆龙在微博公开语流失事的恋情 并请求外界 居以自由的时间与空间 时时交称回应 谢谢大家关心 我相信上天会给最好的安排 四叶若欣率先引领当天的喜事潮流 接下来姚蜜在微博求祝福 拆出了一张两人带婚记的照片 正式宣布结婚 刘凯薇转发该微博 并宣布将于明年1月8日举行婚礼 随后 网友又发现在《甄嬛传》中扮演华飞的奖心 与在步步惊心里扮演过 十叶的叶祖心 也在光棍节当天曝光了恋情 天涯四美之一的乔振宇不甘落后 大方承认已有女友更发表了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谢谢你让我脱光的获奖感言 这四季众权似乎还未解晓洒满腔愤恨 于是有媒体爆料高原院怀孕两个月 去年已和赵又廷领证 年底则会在台北完婚 但此消息遭到高原院方否认 娱乐圈暴起风潮还刮到了台湾 鬼鬼无印节也凑热闹公开和季亚文的恋情 虽然事后鬼鬼称是虚报恋情 但依然抢占了头条位置 更不用提与杨幂同样身为似小花蛋的王乐丹 成人订婚后秒删微薄 浮夸大批网友好奇心 人肉她的准老公 以上亲民艺人成功召唤神龙 许愿不让汪峰上头条 五行缺火的汪峰自然没能逃脱厄运 整天翻看网友评论的他 还还为身边有人说误在意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汪峰第一次被抢走头条了 9月13日汪峰宣布离婚 当天撞上了天后王妃与李亚鹏离婚 11月9日 汪峰在演唱会上对张子依公开8分钟的甜蜜表白 却巧遇当天恒大足球夺亚冠 这次汪峰发布新单曲 再次被其他明信的喜事想去了风头 见过大场面的网友纷纷调侃要帮汪峰上头条 最终张子依出马了 在微博里为男友打气 所有的这些早破都会消逝 只有你的声音会留在这个世界的心底 加油my music king 子依的一番加油终于帮助汪峰登上头条 却依然难免被网友恶搞的命运 my music king 我的 indie 第二天各个报纸也相当给力 不仅给了汪峰头条 还有的大方给了头版 汪峰不管离婚告白还是发新单曲 当天总会有爆炸性头条出现 在此 小编总结出一句居下旅行被备真言 出门看雨神 鼓啸看亮影 头条看风哥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